人氣王 有點像我兒子 我們兒子大概190公分 他是長頭髮 然後他就會打鼓這樣 然後我認為他都亂打這樣 但他每次都得第一名 他都是搞怪這樣 然後你就得第一名 一樣啦我們這些 其實老前輩在做這個原生植物 我們就在旁邊偷偷的學這樣子 那這幾年來我們也就經過他們 至少是一個很基礎的 一個基本功都把我們交得很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這些事情 那我是 可能是因為在子彈國小的關係 那邊就開始我們做了蝴蝶園 是幾年前到現在 剛好那時候也常去諜會 所以我們就把它融合起來 做了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不小心是因為我們有一次寫信給蔡隊部長 然後他就有做了一些回應 我們就想是說 我是在一本書上面 在陳維秀的書上面看到是說 日本時代的時候 我們行業非常多的蝴蝶 然後跑到茂林去 那一年2065年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 是剛好大家在拍這個 國家地理頻道 就有看到蝴蝶被車子撞到 撞死掉 所以我們想說寫信給蔡隊部長 現在有國道讓碟 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自然國小開始了 那我想我們就是做這些事情 然後老天被他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 比較稍微討喜的東西 我們就開始在做 所以我們這次又開始做一些 比較有生態的東西 小朋友喜歡的東西 這樣 那我想真正最基礎的 就是把食物鏈的基礎要做好 其實這個蝴蝶這些 它都自己會來 所以我們把所謂的生產者 食物鏈的生產者 然後把它做好 那就是昆蟲類 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多布置一點 所以自然而然 生態就會很豐富 所以我們這幾年也這樣在做 那因為剛好不小心 也碰到這個指班 其實我身份蠻特別的 有很多重疊 台灣原生種 植物保育學位的那個 會員 然後這個蝶會的解說員 然後那個指班 也保育學位的輔導員 這樣 那我們自己有 成立一個就自然科技學位 就是在複製大自然的一些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在地台裡面 在做一個蝴蝶庫 那如果 你以後還是有 有空閒的時間的話 就可以來一起來參加 我們再是複製一些自然的現象 所以我們把一個 一火蟲區 你只要看得到一隻 我們就剛好把它變一千隻 那如果說是那個地方 是很棒的地方 我們就看到它是一個取流 我們就把它做成蝴蝶庫 然後我們也沒有看到 翡翠樹 目前就是黑翅林 翡翠樹 還有黑麥畫斑 試驗室的在做 所以我們也不敢太那個 萬一說不對了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想我們這幾年的經驗 就是 個人一個理論就是 你想要做生態的時候 是沒有創意的 你一定要跟大自然做學習 我們要進入野地 跟到偏背 去學習這些東西 你沒辦法再把它複製 用我們人的一些理論 實際上的生態的一些理論原理 我們把它做出來 歡迎大家 那一起來 那我們今天有準備了大概 六十幾種 我剛好算一下大概六十七種植物 那幼蟲大概跟勇 合起來大概有三十多種 那我想這個很難得一直看得到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來共襄盛聚 謝謝大家